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这两年胸片检查也没做 因为他感觉他身体状态还不错 77岁了还能爬楼梯 所以一直忽视了胸部CT的检查 但是最近一个多月了 咳嗽 咳痰 痰中代血 他就紧张了 赶快去医院做了一个胸部CT一看 麻烦了 右中肺有一个三点几公分的一个肿块 而且离气管很近 周围有淋巴结肿大 索性进行PATCT检查 没有远处的转移 所以我们给他做了手术 这个手术很没创 今天他已经下地准备回家了 这个是礼拜五做的手术 上周五做的手术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虽然已经戒烟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危险因素 还是存在着肺癌的隐患 所以他应该每年都应该做一个胸部CT的检查 但是因为他大意最近胸片都没做 所以对于这种情况 还是呼吁大家每年做一个胸部CT的检查 不要耽误病情 如果发现早两年 这样的效果 手术后完全可以治愈 感谢观看